县长林明珍以及县员吴国昌 在5月1号劳动节前夕 前往埔里酒厂 感谢酒厂员工为南投县观光产业 推动的辛劳 并与吴国昌议员亲自体验绍兴酒淡的制作 以及担任县场销售员工作 希望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他们辛劳付出 那么我跟吴国昌议员 特地来到我们埔里酒厂 来慰问我们这些埔里酒厂的员工 他们平时的工作都非常的认真 那么五一劳动节特地来勉励他们 为我们酒厂大家工作这么辛苦努力 为我们这个公卖籍 这个特色住酒赚了很多的外费 我们对我们埔里酒厂的所有员工 包括我们的联餐长副厂长 所有的同仁都努力 开发经营 县员吴国昌感谢县长照顾劳工的用心 也感谢埔里酒厂能够结合地方产业 来带动地方的繁荣 就是说我们的官工 要产 关水 共同来合作 才能来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联餐长 特别来拔时间来跟我们来酒厂 来参观 来帖会 还称心来做工 扮演的这个角色 他都总是要以孙 亲自来体会 才会了解我们的老工 他们的需要 跟老工兵士的他们工作的经营 这都是这些 都是今天主要来酒厂 帖会这个目标 跟主题 所以说我相信 在我们的官 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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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未来 对观光方面会更加发展 副理长潘云权肯定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社劳处 要重视劳工权益 让劳工能够安心的工作 为南投县产业推展 贡献一份心力 记者陈威伊普里采访报道